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晒干了河里的流水 人们热得难受 实在无法生活 夸父见到这种情景 就发誓要把太阳捉住 让他听从人们的吩咐 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身材高大的夸父 耳朵上挂两条黄蛇 手里也握着两条黄蛇 随身还携带着一根手杖 一天 太阳升起了 他迈开大步追去 一直追了九天九夜 追到鱼谷 终于离太阳越来越近 这时 只见一团巨大洪亮的火球 就在眼前 正当夸父 在庆幸自己的胜利时 他忽然感到极度口渴 于是他扶下身子 大口大口地喝黄河 渭河的水 几下就把两条河里的水喝干了 可还是口渴难忍 他又向北方奔去 想去喝大泽的水 可是夸父还没有达到目的地 就死了 像一座大山一样倒了下来 手杖丢落的地方 出现了一片枝叶繁茂 鲜果累累的桃林 夸父并没有捉住太阳 可是天地被他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 惩罚了太阳 夸父的后代生儿育女 生活得非常幸福 夸父逐日 形容人们征服自然的坚强决心和美好愿望 现在也比喻自不量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